各位,今天想和大家說說 當你潛水後回來,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裝備 很想愛惜你的裝備,其實是非常之正確的 其中有一件事,我經常出去潛水看到的 就是很多人將這個dust cap,這個dust cap是防塵 它都有防一點點水的功用 不過大家要問你的教練,其實它不是完全防水的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所以不能長浸 好,我先講解一下,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將所有氣源都放了,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透過,我自己喜歡泵氣到bcd 因為bcd有些水,當你的氣泵到bc 其實你到時放出來容易些 你反正都是,我知道有些人用2nd stage 這樣噴的,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泵氣到bcd 好了,題外話來的 很多人摘完之後 其實因為它的dust cap就濕了 我這裡用一點水來倒濕它 很多人有錯誤的事情做錯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dust cap有些是深,有些是淺厚的 其實最好是用布擦乾 然後封回它,是最好的方法 其次,你可以用口吹的方法 吹多兩三次,基本上是乾的 好嗎?當然有些深厚的dust cap 很多人吹不到,也沒有布 有布也抹得不乾淨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用氣瓶的氣去吹它 我今天正正想講的就是這件事 你用氣瓶吹它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謬誤 很多人回來是會吹這個filter 這個位置是不用吹的 原因是怎樣 你剛才去connect with 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吹出來的時候 除非你有水拋到 如果不是,基本上裡面是乾的 你再去吹,如果有些鹹水下去 一吹就走進去filter裡 不是那麼好 好嗎? 所以記住,回來後不用吹的 這個東西不用吹的 好了,dust cap dust cap 如果剛才沒有,用布是最好的 這個是the best method OK? 如果你沒有布,口吹不到 或者太深了 OK? 例如市面上有一些dust cap 它是很深的 那怎樣做呢? 其實你是可以吹 但是吹要注意一點點 你看著大家 我淋濕它,完全濕透了 如果你吹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有些動的walf 基本上它是斜出的 現在濕透了 鏡頭可以近一點 近一點 OK? 那你看著 現在濕透了 我吹的時候很簡單 你們可以看我影片 剛才的過程 我想不到一秒鐘 最多兩秒 應該是不到一秒鐘 看著 濕透了 乾了 我經常見到船上 哪裏都好 很多人潛水 就這樣吹的 以下來是一個非常之錯的示範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這樣做的話 你是容許高壓的空氣 自由地由氣瓶噴出來的時候 它的氣瓶的瓶身 瓶頸尤其是 它會結水氣 裡面就會結水珠 OK? 如果你用的是鋼瓶的話 其實鋼瓶會生手 鋼瓶的話 它長期積了水 在裡面 對潛水源都不是一件好的事 清楚嗎? 所以 麻煩大家 不要再 不停地吹 基本上 如果你吹這個dust cat 基本上 適合位置的話 一秒 完結了 如果你說 我吹不正 我移一下 那也是兩秒 三秒的事 絕對不是說三十幾秒 一分鐘 我見過很多 吹成一分鐘 各位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這樣做 要保護好你們的氣瓶 好嗎? 還有我們做這些事 我們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好嗎? 這個位置乾的 已經乾的 不用吹的 這個 弄濕了嗎? 就這樣 一秒 兩秒 maximum 三秒 全部搞定了 OK?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安全潛水 和潛水技術 越來越好